这个星期 多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公布了自己在第三季度的募款数据 其中亚裔参选人杨安泽的表现非常亮眼 我们现在就请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介绍具体的情况 平章你好 小雨你好 平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杨安泽在第三季度的募款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杨安泽的竞选团队所公布的数据 杨安泽在2019年的7月到9月是总共募到了1000万美元 那么单看这个1000万美元的总数呢 其实杨安泽只是在民主党阵营当中排名第六位 但是如果纵向来比较 杨安泽在2019年的第一个季度是只募到了180万 第二个季度是280万 到第三个季度就是1000万 这是倍数级的一个增长 而且杨安泽应该是这个季度唯一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增长幅度的参选人 另外在所募到的这个杨安泽所募到的钱当中的99%是200美金以下的小额捐款 那么平均的捐款额是30.18美元 有将近30万的捐款的人数 所以说杨安泽基本上拿的是普通选民的钱 那么这样的钱呢就比较能够真实的反映这个参选人 在民众当中的一个真实的人气 所以说对于一个一开始这么名不见经传的参选人而言 杨安泽在第三季度的募款表现可以说是相当不错 平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上升呢 这恐怕我们需要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杨安泽其人 杨安泽呢是移民二代 他的父母是台湾移民 他本人是1975年出生在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的博士 那么他从法学院毕业了之后呢 只干了一年的律师就辞职了 开始创业 先是做了一个网站 一年就倒闭了 之后又加入了一个刚刚起步的一个做健保服务的公司 那么四年之后呢 又换到了一家这个全国连锁的教育机构 担任CEO 那么也是带领这家公司发展的不错 在09年的时候被卡普兰收购了 那么在公司被收购之后呢 杨安泽就创办了一个叫做为美国创业的一个非盈利机构 那么这个机构主要是帮助一些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进行创业培训 然后把他们跟在二三线城市的一些创业企业进行对接 那么杨安泽还凭借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是曾经获得过奥巴马总统的嘉奖 杨安泽在2017年的时候呢 就正式的宣布加入选战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好像没有什么人听说过他 一直到2019年的2月 他是接受了一个播客的采访 才开始慢慢的为人们所知晓 人们一开始是非常不看好杨安泽的选情的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所介绍的 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 虽然他是一个企业家 但是也不是像特朗普总统那样的 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企业家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杨安泽的竞选 他所主打的一个政策是全民基本收入 那么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自由红利 简单来说呢 就是每个月没有差别的 给所有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发1000美元 这个政策呢 猛的一听上去确实是有点疯狂 那么马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 比如说为什么有钱人也要给他1000美元 那会不会有些人拿着这1000美元 就更不好好去找工作了 反而是去买酒啊 买毒品啊等等之类的 这是不是破坏这个 所谓资本主义的基本的经济原则 最关键的是这些钱从哪来 那么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 很多人就认为杨安泽的这场竞选 就是一个噱头 甚至是一个笑话 但是随着选战的推进呢 杨安泽是不断地在借着各种各样的机会 来向选民阐释他的这个政策背后的逻辑和可行性 究竟是什么 那么当然听到的人多了 人们更了解了 那么认同的人也就更多了 尤其是杨安泽在前两场的这个 民主党的总统辩论当中表现的都不错 所以是吸引到了更多的选民来关注和了解 他政策背后的逻辑 这也是为什么他第三季度能够有这样的 募款的表现的主要原因 那平常跟我们说说自由红利政策 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为什么能够吸引到这么多的支持者 杨安泽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呢 就是说美国现在所正在经历的第四次的产业化的 这个产业革命的浪潮所带来的自动化 会造成很多工作不可避免的被机器所取代 所以很多的工种会消失 很多的工作机会会减少 很多人会因此下岗失业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而以前政府所主导的一些帮助失业人口的政策 比如说再培训等等之类的这样的政策 他认为是没有用的 那么当然杨安泽也会经常列举很多的研究的报告 来支撑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怎么来帮助这些人口呢 杨安泽就认为应该是发放一个全民基本收入 也就是每个月每个人1000美金 他认为这样至少能够缓解这种产业变革所带来的阵痛 而且人们手上更多了一些1000美金之后 就有更多的经济上的安全感和一些回旋的余地 或者缓冲的余地 能够更多的去追求自我实现 更多的去换工作或者创业或者消费 所以也能够增强经济的活力 那么至于如何来负担这样的一笔开支 杨安泽也有他的一个计划 那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施行增值税 他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希望能够让在产业变革当中的 这个受益的企业来补偿 因此受到伤害的家庭和个人 这是杨安泽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那么当然有人认同 也有人会不认同 那么当然值得辩论的地方也还是有很多 另外就是他的支持者 当然是非常的赞同他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所以大家这是为什么他们会支持他的一个原因 而且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选民是越来越多的 对于过去老生常谈的那一套感到非常的厌倦 那么非常期待能够有一种全新的 这种革新性的解决办法来解决这个社会的顾忌 所以他们会在这个问题上会非常的认可杨安泽 另外杨安泽专注于讨论自动化 所带给这个社会的挑战 也让他的支持者认为 杨安泽是抓住了这个时代真正的痛点 是抓到了问题的关键 所以而且杨安泽是敢点破这个 可能很多的政客不敢点破的 就是在尽量回避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是自动化造成了工作机会的流失 比如说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有些工作注定是回不来的 比如说政府的很多福利政策 可能是在浪费钱是没有用的 那很多政客不敢说这样的话 但是杨安泽敢 另外杨安泽跟很多民主党的政客 不太一样的一点是 他不太会去谈论 比如说像种族啊堕胎啊 或者同性恋权利这样的一些社会 或者文化的议题 当然如果你问他 他也会在这些问题上有表态 那么他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基本上就是民主党自由派的立场 但是他显然对谈论这样的话题 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因为他经常说这些问题都是副产品 是表象 那么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是经济的议题 那么有一些选民是非常认同他的这个观点 而且恰恰是他的这一点 帮他吸引到了很多不同意识形态的支持者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支持者当中 有很左翼的就是民主党当中的进步派 也有很右翼的就共和党当中 曾经特朗普总统的那些支持者 现在也在支持杨安泽 还有很多自由意志主义者 也就是那些支持这个小政府 然后自由市场的这些人也在支持杨安泽 这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图谱 另外我们看到杨安泽的一个个人的风格 他也是不太同不同于这个普通的政客 这个很年轻化很先锋感 经常喜欢讨论科技 喜欢讨论数据 他经常说自己是特朗普的反面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爱数学的亚裔 另外他也很擅长用社交媒体 经常时不时的就做一场直播什么的 所以他的这样的个人风格 也是帮他吸引到了很多年轻的支持者 和科技界的青睐了 当然我们说杨安泽的这个自由红利的政策 还是面临很多的争议 他有一些弱点 比如说他淡化种族的问题的话 是会比较容易难获得 这个非洲裔选民的支持 所以杨安泽离胜选应该说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但是应该会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感谢屏章今天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